小事車上有放球棒嗎 剛剛有人問過人 我球棒長在 我都放在褲子裡面 QTR 我球棒都放在褲子裡 回家讓你看 小事音樂和時尚架還在處理 那好麻煩喔 我跟你講 我現在發現要發個單曲發個片 真的很麻煩 還要什麼牽板拳 辭取什麼授權是誰 簽給哪個唱片公司 然後連串流平台什麼都要簽 一直簽一直簽 弟弟簽 真的弟弟簽 未來的車將會是全能源電動車 小事你比較看好哪些品牌 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什麼看不看好的 我聽說前一陣子不是說 BMW不簽那個協議嗎 現在不知道怎樣了 BMW有時候會有一種 那種傲氣有沒有 我是覺得沒有差 其實我沒有說什麼看不看好 商品都是需要時間來證明一切 反正到時候時間久了 海水退了就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那我們就慢慢等嘛 到時候我們就賣這個二手的電動車就好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就是因為 不是你們常常開在高速公路 然後都會有那個警語有沒有 都講說這個 內側車道為超車道 請勿佔用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 東西的看法是什麼 那其實 一直這個問題在論壇上面都是 有兩方面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 我在快車道 我都開在最高的限速 請問一下不行嗎 為什麼要賞我大燈 那就很多人會說你覺得你現在是 比如說現在限速是110 那有這個10公里的一個Asobi 你開到120以內 然後你可能覺得我在快車道維持120 沒有關係啊 那有一些人會覺得說你的表是120 但是你真的是120嘛 你要超過我 你賞我在快車道開120最高限速 你賞我大燈叫我讓開 就代表你要超速嘛 你會超速你才超得過我嘛 之前的案例開150超車被開單 申訴法官說超車不法 真的假的超車開150不法 那我沿路開200我都在超車 因為我一直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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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台北超車到高雄沿路都200 我沿路都在超 我一直在追前面那台 我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啊 新手第一台車適合開SUV1500到1800 適合啊 1500到1800的SUV其實選項 你就是以日系的國產車為主就好了 你如果是第一次第一台車 你就不要去挑戰這個歐系的啊 你就找日系的就沒問題了 請教小師現在二手車網站有些很誇張的便宜的 是不是全力車不一定 那有的是POGA價格 講過很多次我們再講一遍 有些會先用低價吸引你去看 然後再用很多的方式去說明 為什麼這個會這麼低價 然後他其實從頭到尾就沒有那個東西有可能 然後就是轉而降你看其他價錢比較高的車 大概是這個意思 剛剛講那個車道的部分 我自己講一下我的感覺 這我看了很久 有正反兩方的一個論述在 但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 我比較偏向於說 我如果今天在沒有 阻礙到高速公路車流的狀況之下 而且我是在維持在最高的限速 非常的接近 因為不可能完全準嘛 但是我盡量維持 甚至我超速一點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我後面只要沒有車 我沒有擋到人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我不能開快車道 我的想法是這樣 車子走外線比較安全 遇到突發狀況比較好散 我跟你講不一定啦 外車車道也很多學長 不是學長很好 我沒有說學長不好 不要搞錯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也有不好的學長 我也遇過 我看過蠻多次就是 有一些比如說比較沒那麼快的車 Volita March那種比較舊的車 他已經很乖乖的開在慢車道了 然後他的速度也 其實我有注意 他的速度也超過最低的速度 假設這裡可以開100 那他可能就開到90以上 他也在90以上 可是我有遇過學長 就是在後面一直逼車 一直閃燈一直按喇叭 你知道學長那個喇叭 其實對前面的車來講壓力很大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這種狀況 我會蠻氣憤的 不然你要叫他開哪裡 他已經乖乖的開在他應該走的地方 而且他沒有低於高速公路的 最低限制的速度了 那為什麼你要逼人家車 然後為什麼要閃人家大燈 為什麼要在後面按人家喇叭 我不懂為什麼 我知道你們很敢 你們有工作上的需求 你可能要趕著去送東西 或是怎麼樣我不曉得 每次看到我就覺得很沒品 但少數啦少數啦 我不是說學長的那個開車都很危險 而是說有時候他們坦白說 有時候真的有一些車比較老啊 或者是說也許剛剛有人講忽然爆胎啊沒有辦法預測 或者是說他們這個有時候緊急煞車 如果車子比較老煞不住啊 或是發生什麼狀況 或他們有一些可能假設啦 比較疲累啊對不對 開著比較疲累的狀態 那我倒覺得發生事故的機率不低 我是這樣子覺得 不是說學長不好 原廠祭司說水龜沒症狀不用換要相信他嗎 這個的確是啊水龜沒有症狀不用換啊 可是這種東西很尷尬啊 因為壞掉的時候你就就丟車夠老啊 很多東西其實蠻難預測的啦 那你如果都因為怕要換的話 你也要總有個時間吧 比如說你每一萬換一顆水龜 那你很奇怪 那汽油幫浦也會壞啊 壞掉也會丟車啊 汽油幫浦壞掉你就不打油 不打油你就丟車 那你要不要一年換一個汽油幫浦 發電機也是啊對不對 發電機什麼時候要掛不發電呢 你就丟車啊也不知道 那只好等下一年換一顆發電機 預防性更換 所以很難講 但是水龜是這樣 水龜其實基本上它本身是一個機械性的東西 除非你有一些你是比較新的車種 你是電子水龜 你如果是電子水龜的話 可能就比較難預測壞掉 因為你如果有牽涉到電子兩個字 那其實就蠻難預測的 不過如果是機械式的水龜 基本上坦白說要壞的機率沒那麼多啦 說實在是這樣 但是你十年之內你一定也得壞過一次 那不知道是在第三年還是第五年 不曉得 發電機故障跟電瓶煤電怎麼判斷 電瓶煤電現在有那個專業的儀器可以去檢測 它的內阻還有它的壽命 然後發電機故障的話其實 是可以去量它的發電量的安培數跟福特數 但是不是那麼準確 因為我也遇過很多情形是我們交車之前量的福特數是正常的 可是回去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說掛就掛啊 中股車市場11 12月買和明年1月2月買 中股車價是明年的價錢還是1月起才會是明年的價錢 我跟你講你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年的過年農曆年前 依照以前的慣例應該是不太會動 應該是不太會動 但是我不能很確定 因為今年有這個疫情跟一些什麼 這個經濟市場的這些關係存在 我也沒辦法跟你預測 但是依照往年基本上你現在買二手車跟農曆年 農曆年前買二手車其實價錢是差不多的 差異不大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管你買新車買二手車就是 你用得到有用了你就買 你現在用不到不要因為說什麼時候比較便宜 你就什麼時候才去買 這樣很奇怪 我是這樣覺得 S60T是適合當第一部二手車嗎 我覺得不適合 但是如果你的第一台二手車 你覺得你一定要開一台很安全的車 那你再買 因為它可能是在這個價位裡面最安全的一台車 那你如果不是把安全跟這個進口車這個選項放在第一 你只是想要經濟好照顧好入手的第一台車子 那你就買國產車就好了 曲軸油風圍漏油發動會滴一滴 等車放著不會滴 有需要卸變速箱修了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能這樣跟你說 第一個你還打算開這個車多久 那第二個你的經濟狀況能力怎樣 因為曲軸油風修起來不便宜 那個工錢比較貴 所以你自己要去評估 如果說你有在短期內一年內 你就有想要換車的想法就不用去修了 你就開了吧 那如果你打算經濟能力不許可 你還想要開很久 那你也只能硬著頭皮修 那第三種 你就連修的錢經濟能力都有問題 你就不要修了吧 會建議就碟盤用車的嗎 來來來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好不好 碟盤不要用車的拜託 那個一片三千塊左右的東西 兩千塊 喔沒有喔 國產車有的一千五一千八一片 這種錢你不花 雖然那個是付長的 但是也是新的吧 真的很不建議碟盤用車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 以前遇到有一些同業車商 大家都在比說誰整理一台車 花的錢比較少 但是他們的整理的標準是 客人不嫌就好了 所以才會造成什麼 輪胎用中骨胎 翻修胎 然後這個卡錢用沙漏的 碟盤用車的 覺得車不夠帥有沒有 要降低 彈簧用減的 這我從來都沒有這樣做過 我都覺得說 那感覺很像是 我只要這個車有賣相 不要被客人嫌 你回去齁 出車後都死去都你家的事 你知道意思嗎 我只負責賣出去賺到錢 你出去 因為短彈簧造成的一個 車體的損壞 底盤的那個配重落差 產生的打滑 中骨胎的爆胎 還是碟盤裂開噴掉 弄拼那都你家的事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講齁 我這一邊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整理車沒有在用中骨品 我跟你講我寧願用 有時候用新的附廠的東西 我都不會去用中骨品 中骨品這個東西不是說不好 他也許他可以省點錢 也許有些品項很好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你要在中骨品裡面 找到品項很好的東西幾率很低 真的很低 包括我們這邊換什麼 海洋感知器啦 避震器壞掉 我們也都是用原廠的 甚至副廠的來 這至少是新的嘛 引擎腳 連引擎腳也有人在 找副廠的引擎腳喔 找那個沙漏的引擎腳 舊的喔 翻修品的話也是要看價錢啊 你要翻修的話 其實有一些東西我覺得翻修還可以 比如說方向機啊 或者是這個傳動軸啊 這個東西有時候真的費用是非常 傳動軸其實也不貴啦 然後這個壓縮機啊 壓縮機也可以用整心的 為什麼我說這些東西可以用整心 因為你壓縮機壞掉 可能他不會發生行車安全的問題嘛 方向機他壞掉了不起是有聲音而已嘛 當然如果他卡死沒辦法轉彎 那另當別論 可是我是真的還沒遇過說 所謂的方向機壞掉會卡死沒辦法轉彎 我沒遇過 但是說有些東西 我覺得用翻修是可以 但是還是不要去用中骨品 我覺得中骨品有時候 你殺回來裝上去 還是壞的沒意義啊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去用中骨品 中央扶手啊 把手啊有沒有 門把 這用中骨品OK啊 用沙漏品OK啊 有時候很麻煩啊 你去殺一個方向機回來 裝上去 結果殺的那隻是壞的 那你又得再去花一次錢再拆一次 那你如果翻新品來 他裝上去 是壞的 修理廠平常摸的 再幫你拆掉再裝一次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你的是新的嘛 那有些人在網路上找殺肉品 然後拿去叫修理廠幫你裝 結果裝上去哇 殺肉的是壞的 然後拆掉再換 還要再吃錢 很常發生這種狀況 帽子下個禮拜開賣喔 你們自己注意FB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會在蝦皮上面 會在蝦皮上面 這次我們做的是這個比較草帽喔 然後你看我們還有做這個吊牌 對然後這個黑人是刺繡的 它刺繡的喔 不是印刷的 後面這個帽圍是可以調整的 我們有復刻那個莫忘中初的T恤 如果有加入頻道會員可以買 下個禮拜12月1號開始 以前喔 有一陣子還蠻喜歡聽廣東歌 剛好就是那個港片比較流行的時候 現在Gabbage Time好不好 對電影快速看那個 那時候那一陣子聽了很多廣東歌 那時候很多港星很紅嘛 鄭秀文 有時候叫不拖不欠 那是跟鄭義健的一個電影 可是我忘記電影的名字了 小事哥開過的車當中覺得哪一台車的音響最好 我跟你講沒有什麼音響最好的車 我覺得應該是說 隔音好的話其實音響就加分很多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車子的音響你做的再怎麼緊繃都沒有用 因為車子有輪噪聲有風切聲有引擎聲 你除非是一台隔音非常好的車 如果你是一台隔音非常好的車 你的音響其實不用太好 就很好聽 但是問題是大部分的車子其實 一定都會有風切聲輪噪聲 轟轟聲 外面的雜音 所以音響再怎麼好其實沒有太大的作用 只能到一個程度而已 最近還會有Ice嗎 不要Ice我此後再也不買了 不是因為我跟你講不是因為那個車不好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只賣Ice這台韓國車 造成我很大的困擾事 有人問我說小事哥請問我一台ElanTron你收嗎 我說不好意思我不收韓國車 然後他就會講說你不是有Ice 然後你就說小事哥我想要買ElanTron你有沒有 我說我們不賣韓國車 他就說你不是有在賣Ice 所以我後來我就決定乾脆就不要了 省得這個繞人口舌 我們之後就韓國車就真的 從今以後一律不要賣就沒事了 不要買賣就沒事了 新車第一年老規矩都打八折 往後每年打九折 以頭右大為例不一定不能這樣算 不要試圖用一個數字去算一台車子的折數 其實沒有意義 因為它會牽涉的因素很多 你例如有一陣子那個Cienta五月天的有沒有 那Cienta賣不好它在促銷 那二手車價崩下去 但是後來它賣得不錯 因為那個計程車好像有通過那個法規 計程車可以用還是什麼 它又開始又賣很好了 然後價錢又調回來 啪啪啪啪好像又變很好了 還有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社會跟經濟的動盪都會影響到車價 所以其實車價會被影響的因素蠻多層面的 很難用一個折數去 你要說以Toyota來講 那Toyota還有分喔 Toyota裡面還有分熱門的Toyota 跟不熱門的Toyota 所以其實有一點難用折數去算 我這個人是對數字很討厭的人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說這什麼大數據 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計算出什麼比例啊數字啊 可是其實我都沒有在算的 我從來都沒有在算 比如說像你像我公司為例 其實我應該可以去分析說 我一個月賣幾台車 那裡面有幾台是什麼廠牌的 甚至是幾年車 甚至來買的是小家庭 單身狗 小姐姐 我是不是可以做到一整年下來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 其實我對我的公司應該成長啦 或者是課程的分佈啊 應該是可以做一個很大的數據出來 可是我就很討厭做這個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好假設我今天做出來說 單身狗在我這邊有九成九的成交率 那是不是以後我看到單身狗來 我說你好你好林先生 這個公後大駕 歡迎光臨啊 這個今天這個單身是吧 哎呀那你想要選哪一台車 我就特別熱情 那我如果這個統計出來 小姐姐成交率很低 那是不是小姐姐進來我就在那抽菸 自己看啊 你好你好齁 這車都是賣的 自己看有問題在問我 在那邊抽菸 對不對不能這樣吧 這個跟酒店小姐一樣 每天都像是第一天上班 你每天問他他都說 我今天這個第一天上班 如果有這個還在學習 如果我做的不好 大哥再麻煩體諒一下 酒店小姐每個都第一天上班 家境有困難 因為這個弟弟要開刀 媽媽要開刀 弟弟要學費 這個做服務業 每天就如同第一天上班 每個客人來都要當做恩公 大概就類似是這樣 數據我相信是因為這科學時代 數據應該是真的是有用的 要不然為什麼媽媽你每次打開FB 每次看YouTube 跳給你的廣告都是那些 那就看你平常都在講些什麼東西 網易都在看什麼 然後你的FB的推播廣告就會出現什麼 這個應該就是大數據 然後你就很容易看到這種廣告就會被洗 對不對被洗腦然後就買了 中古車可以買計程車來改制用 可以 真的可以 甚至外面有一些已經幫你改好在賣了 只是我不知道他賣你的時候會不會告訴你而已 但是外面其實有很多 改制用的車尤其你去看到一些 Toyota車系的 計程車很多的那種 其實 網路上應該都有很多改好在賣的 就是已經改回制用在賣的 那今天這個 拉迪賽咖啡君他裡面弄了多了20分鐘 這個送給各位 大家期待一下12月1號直播 12月1號我們把這現場弄很熱鬧 後面我們會請易捷來幫我們做伴奏 弄給他熱鬧起來 下禮拜三我們看看狀況 再來想說要不要這個 開跨年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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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跨年演唱會也不錯啊 我們就當作 對啊我們就當作是在KTV唱歌嘛 然後他們就想看著看想聽著聽嘛 那旁邊要坐人然後還要放食物 也不錯齁 我們就用個像沙發這樣 然後 我們還現場live的 QTR 可以喔要不要 那時候誕生狗拜託 好啦大家晚安啦 掰掰 大家晚安